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的经历 我们祷告我们信 信得非常的信 但是很多时候发现 我们所信的所祷告的到最后 没有成就 特别有时候为了癌症的病人 为你的亲人 迫切地祷告 而且满心伤心 但是到最后 被主戒取了 包括赵天恩牧师 我们所敬重的 传中国多少弟兄姊妹 为赵天恩牧师祷告 到最后主戒取了 所以我们怎么去 理解 耶稣所应许的 你们祷告 祈求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 就必得着 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那么 在马可福音第九章 耶稣从这个父亲的孩子 患了癫症病 这个故事呢 包括这个父亲所回应的一句话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就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 其实 对这个父亲来说 神对他的期望跟要求 他需要有一个我信 他需要有一个信心的器皿 信心的意志 你像那个孩子生病 你信不信 孩子能够得意志 做父母的一定会祷告 一定会信 对不对 但是你的个人的意志的信 是什么 不足的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怜悯 是神的美意 神会把一个赎天的信心 也加添 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原本这个帮助也是求主加添 你所信心祷告的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美意 你要知取道 神会同时把一个赎天的信心 浇灌在你里面 让你满心上心 让你真的环境说no 但你心里面还是说yes 不会被摇动的 做好上神应许亚伯拉罕 你在你的子孙上的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 但是亚伯拉罕 他还是满心上心 虽然妻子过了这个圣路的岁数 他还是上心 所以 有神的应许 神会 应着他的应许 把一个赎天的信心 浇灌在耶稣亚的里面 你回去好好读耶稣亚记第一章 接着神的应许 让他们得地为业 让他们进迦南 只要耶稣亚信 刚强壮胆 按环境 可能会信心软弱 但是 是神的应许 是神的计划 是神的预备 神会刚强耶稣亚的信心 让他能够 真的是满心上心 甚至凭着信心 踏到越南河去 所以 从这个例子 我们就明白 神要求我们 站在人的地位 我们要凡事上心 但是 神 不是神的 一个的安排跟计划 神不会把一个赎天的信心 浇灌在你里面 你可能 祷告一段时间 你就 做不了了之了 或者信心就软弱了 但是是神要安排的 神会把一个赎天的信心 继续下添在你里面 让你继续祷告 祷告 直到你知识到 神为你所预备的 但是在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去论断 究竟 神给还是不给 神的旨意 要医治还是不医治 这个不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就是 凡事相信 凡事祷告 凡事撒种 碰到神所预备的 善良诚实的好土 就自然结束什么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我们祷告也是一样 不住的祷告 多方的祷告 就好像啥种一样 神有他的时候 让他长出来 或者说神不让他长出来 这是神的事情 所以你就记住一个原则 多祷告 就多有得少 少祷告 就少有得少 因为我们 就好像传福音一样 灵魂派的教会 拼命传福音 所以 教会一定会成长 改革中的教会 不传福音 讲神预定 所以人数就很少 所以 解释祷告跟信心的一个关系 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在严格来说 我们的祷告 是知取 神为我们所 需要祷告 不是我们的祷告 摇动了神的手 不是 好像我们的神 不够慈爱 不够体虚 我们要摇他的手 不是 假如我们的祷告 摇动神的手 就表示 你比神更慈爱 你比神更有智慧 不是 所以每一次唱到那首诗歌 我都给他改一下 每一次的祷告是 长旧神的旨意 每一次的祷告 长旧神的旨意 而不是我们祷告 摇动神的手 所以唐聪明牧师 对这首诗歌 是最反对的 他公开 攻击这首诗歌 好像我们在做神 摇神的手 在指挥神怎么做 这个警察 这个教终警察的手 我们在控制他 左转右转 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要解释了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戏学家的祷告 他病得医治 本来神说 派以赛亚说你会死 对不对 怎么好像祷告就改变了 所以几次我们都要解释 神要把整个一代的以色列人 所有灭绝 兴起摩西 但是摩西流泪的祷告 好像神改变了 但是呢 其实从神的亚伯拉罕之约的角度 神其实不会 但是神是透过 这样的一个警告 来带出摩西的祷告 要我们看到 祷告是有果效的 但是其实 祷告是配合了神的心意 神本来在他 亚伯拉罕之约里面 神是守约的神 人改变了 人背叛神了 神不会把亚伯拉罕之约就毁掉的 神绝对不会把整个以色列民族就毁掉的 但是神要透过这样的警告 欣喜 太岛者用祷告堵住那个破口 所以 从人的角度好像神改变了 其实神没有改变 神 其实那个只是个警告 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做父母警告我们孩子 你要听话吗 不听话我都打死你哦 我们真的会打死他吗 不会 其实透过警告 甚至有时候我真的用棍子把孙子打下去 哎呀 他今天就很听话 他常常那个打的痛苦啊 他们父母美国式教育 从来不打 我偷偷地打 打了孙子听话 我告诉你 饭就拼命吃 我告诉你 不然他无法无天 给你乱搞 要打 要用仗打孩子 这个证言说 所以这些问题我们 神倒下去 一定会再讨论他 究竟是否我们的祷告 让神后悔了 改变了神了 好 好 Richar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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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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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刚才都讲到了 就是神的计划跟安排 跟人的努力参与传福音祷告 这两个是常常是平衡的 你不能说是因为我决定了这个 或者是神决定了这个 这个是个奥秘的联合 所以我们站在人的位置 有病我们就拼命祷告 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祷告 就以为我们改变了神的想法 或者说摇动了神的手 我们只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就是迫切祷告 拼命祷告 不灰心的祷告 但是我们不敢自夸说 是我的祷告改变了神的手 让神后悔 其实神在我们系统神学里面讲论 神有他hidden will 他背后隐藏的旨意 跟显明的旨意 显明的旨意就以赛亚去告诉西西夏说 你快病要死了 这是显明的 但其实神背后隐藏的旨意 是要透过以赛亚这个警告 吓到他迫切的流泪祷告 让我们看到这个祷告 是重要的 把这个祷告的能力 让我们看到 但是绝对不是因为 他在祷告改变了神 假如是祷告改变了神 神就不需要那么麻烦 派以赛亚去提醒他 警告他 让他病死就死吧 神就要透过这个警告 让他可以去祷告 好让神背后隐藏的旨意 是要医治他 透过祷告 所以祷告跟医治 祷告跟神迹是常常配合的 所以人要尽上的努力 神在圣经从来没有否定过 但是千万不要 又把人的努力 高到那个地步 以为是人定圣天 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但也不要偏那个地步 天定一切 我们人什么都不做 所以这个矛盾并存的真理 是很难拿捏得很准 就耶稣的神性跟人性 三为一体 少为偏一面 你都会走错了 所以神弦难 都难在这个地方 如何去平衡 福音派他们都不平衡 只告举圣道 生命 灵性 不告举神迹其事 放眼 恩赐 又不平衡 来 灵恩派 又太过告举恩赐 经历 感觉 不告举神的道 又产生另外一个不平衡 所以将来我们 牧养教会 如何在这些 敬虔的奥秘的正义上面 很小心地去教导 不偏左右 是最难的 好 我们要回到这里 继续下去 祷告求供人 也就是我们丰盛的异象 一同来 第九章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拥命他们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 出去收他的庄稼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 要祷告什么 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 出去收他的庄稼 但是在这个求之前 神让我们要看见 耶稣所看见的 看到真的 人如同羊 没有牧人 而且让我们看到 收的庄稼太多了 今天在中国 人的心是敞开的 是一个熟透的庄稼 假如我们不去收 其他的异教 异端莫门教 安时日会 回教他们来收 所以让我们要看到 真的要收的庄稼太多了 功能太缺乏 我们就求 庄稼的主 吸取更多的功能 但是更重要的是 是要求神心血 合适的功能 所以我们的神学院对工人的培训 我们这个意向是什么 要得着神国度的PhD 记住啊 你每个毕业的都是神国度的PhD P是什么 Preaching 传道 H呢 Healing D Deliverance 传道 医病赶鬼 耶稣所做的事 我们也要做 但今天很多的神学院 栽培出来的工人呢 只做耶稣三分一的事 只传道 不给他按说祷告 更不赶鬼 还有鬼吗 这个时代 二十一世纪还有鬼吗 敢什么鬼 还是你们讲放言是鬼放言 你们才是鬼 所以很多的误解 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 我所做的事 你们也要做 耶稣做什么 传道医病赶鬼 甚至他太白门徒 也是让他们传道医病赶鬼 使徒新传也让我们看到 其实使徒传福音 也是传道医病赶鬼 所以求神把这个医病的恩赐 Healing 真的今天在末世 很多人各样执病的需要 透过医病 彰显出神的大楼 见证所传的道 所以我想Richmus在中国就有这个经历 不是我们的嘴巴讲到人信 乃是在祷告当中 他们经历了神的大楼 见证所传的道 他们跪向正神 攻破了他们一切的坚固的盈类 一切的无神论 唯物论 进发论 假如你要把他们解释论 讲破了 靠嘴巴去讲 永远讲不破 他就是唯物论 其实他的大前提 他就是进发论 他就是无神论 你怎么去讲 不是用讲 其实坚固盈类 是用熟灵的兵器去攻破他 医病赶鬼 捆绑他里面那个不幸的恶灵 所以接着祷告 接着医病赶鬼 所以求神把 真的是全辈的工人 赐给我们中国教会 来受撞架 我们不能用西方教会的模式 来受撞架 受不到 所以西方的几些神学家 他们跌破眼镜 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 怎么可能在过去这五十年 是千倍万倍的增长 他们跌破眼镜 他们想不通 其实传达人没有受过 正统的神学训练 没有一个珍贵的神学院 都是 讲得不好听 都是赤脚医生 赤脚传道人 什么解禁原则也不懂 诗经讲道学 不懂 专题讲道也不懂 但是他会祷告 按手一个祷告一个好 哇 大家涌来教会 耶稣正灵 神正神 够了 这样一句话 他们就敬为神 愿意信为受洗 然后愿意读圣经 圣灵引导他们进入真理 都是圣灵在做 所以 用西方的神学的方式 在中国收庄家是受不到的 都是讲神学 讲理论 不传道医病赶鬼 没有办法 我这几天在看这个 以料的创办人 记住有两个很重要 医病的执事的机构 有一个是 Elajia Hoth 你们上网查一下 Elajia Hoth 另外一个就是Elau Elau Ministry 他的创办人叫Peter Horrobin 他写了一本那么厚的书 就是讲Healing and Deliverance 我最近在看这本书 哇 你会看就有味道 他说假如教会不服信这个义病的恩赐 没有办法见证所传得到 福音不会广传的 初代的教会是靠这个方式 耶稣也是这样做 那我们比耶稣跟使徒更熟灵 更有办法吗 在这末世 人不信的恶心 更需要传到医病赶鬼 这是他的结论 所以他一生就是 Dedicate 做这个医治的服事 内在的医治 肉体的医治 哇 把这个Healing的神学 圣经原则讲到 哇 写了一本那么厚的书 求神把医病的恩赐给我们 一个月有一个弟兄姊妹得到医治 教会肯定服信 我告诉你 都不要多啊 一个月一次就够了 圣命和灵良堂 他们每年有二十一天的布道会 记得吗 最近停了 以前好几年都 都有这个二十一天的神秘布道会 哇 好多神秘歧视见证 涌出来的 所以我们不要羡慕别人说 啊 为什么教会增长那么快 他们真的神秘歧视 见证所存的到 特别在那个二十一天的医治布道会 很多医治的见证 人就是得着医治 永来信耶稣 整个家族永来信耶稣 所以 一个传备的工人 求神把这样一个传备 受庄稼的工人赐给我们 不单单有神学的知识 那我们在华神的 对神学生的意向 就是三句话 学师要有神学的知识 灵命 你要有爱主灵命的心 灵命的成熟 跟师奉 懂得怎么去讲道 懂得怎么去师奉 懂得怎么去建立教会 懂得教会的行政 三方面的平衡 但是我们神学的意向 是PhD 更高 不但能传道 也要医病 也要赶鬼 对神的道 我们 整个彻底的 全辈的掌握 不同的道统 我们都能够融合 改革中的道统 密切派的道统 灵恩派的道统 我们都能够融合 能够把这个道 作为基础 然后同时传道医病 干鬼 所以解释 我们丰收 也盼望是 我们中国神学院 对工人的一个的意向 不是单单只会讲道 带茶经 不够 一定要能够传道医病 干鬼 所以路加要求神 把医病的恩赐给你 不是单单只是神学系统 很精密 能够有知识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 这样才能够把你的道 真的是见证所传的道 这个道一出来 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 我告诉你 好 下去 好 第六 祷告与禁食 那么在马可分第二章 路加分第五章 都讲到新郎不在的时候 你们就要禁食了 那么在马可分第九章 也讲到禁食的能力 有些鬼是要透过禁食 才能够赶出去的 那么我就不多讲了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chapter 会特别讲到禁食祷告 在我们的讲义里面 以后会特别说 那么七 耶稣亲自地用了两个比喻 鼓励我们要恒跟窃来祷告 罗家福音十一章 我们一章来读 因他情直迫切 所以这个夫人只求三个饼 希望这个人能够起来 为他预备三个饼给他 招待他的客人 他是情直迫切的直求 所以这个是一个 叩门式的祷告 很迫切的 一定要得到 很迫切 那么这种 情食迫切的祷告呢 林院长呢 是用一个祷告的天平 来 这是神的应许 神要 你说要求的东西 这个是你放下去的 祷告的重量 一个很迫切的祷告 是不是一个有重量的祷告 你不要 祷告轻飘飘的 一点的迫切 重量都没有 那没有 重量的祷告 你每次就放个 一颗的重量 这个什么时候 才能够起来啊 所以林院长用这个 祷告的天平 来比喻 其实我们的祷告 是有重量的 祭祀的祷告 是有重量的 情绪迫切的直求 是有重量的 众人的祷告 加上去 有没有重量 有重量 假如你的祷告 只有一颗 一千人祷告 就是一千颗 神让我们 透过这个比喻 来了解一下 其实神要我们的祷告 也是有一个计算的 要情绪迫切 这是有重量的 要恒切的祷告 是什么呢 下面提到 耶稣是一个比喻 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会信 这个就是恒 表示说 你不是单单 一次放一个 蛮重的祷告进去 你来是每天都放 你懂了吧 这个自然就怎么 起来了 这是神用 我们能懂的话 告诉我们 我们人当今 祷告的一个本分 要迫切 也要什么 很久 每天祷告 不可会信 懂吗 每天加码 每天加码 你懂吗 你看到报纸上 这些人中了乐透 我告诉你 其实他们就是搞解讨 不单是一次买一百张 Lottery 你懂吗 而且他们是 可能每个礼拜买 你懂吗 被他捧上了 你懂吗 其实也就是这个原则 要恒 要切 要重 你不要每次只买一张 重的机会就很少 每次他们买年号一百张 我们不要学他们 我们要学祷告 就够了 懂吗 但是原则是一样的 你懂吗 The same principle 要恒 要切 有重量 也有不断的重量 不断的重量 不断的重量 所以为我们的儿女 为我们的配偶 为教育的福心 为中国的福心 我们都要 附上越大越难的事情 就需要更重的祷告 越恒切的祷告 更近视的祷告 所以用这个祷告的天秤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好 第八 警醒祷告 我们一起来读 二十六章 重要 警醒祷告 人的入了迷惑 你们心里固人认语 肉体却软弱了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 怎么能够警醒祷告 要认识 有迷惑 有软弱 我们要抵挡世界的价值观 世界的迷惑 清新祷告 假如你的心向着世界 贪恋的世界 你不可能祷告 你不可能 清新 为神的国度祷告 清新的来清精神 假如你肉体又软弱 也很难 有精神去祷告 其实门徒就睡着了 所以也要保守我们的休息 不能整夜交通 早上当然起不来 不要说祷告 上课都来不了 所以我们也要保护你的身体 要足够的休息 拜托 礼拜五的小组 不能超过十点半 到十点多 最后跟小组讲说 我要回去了 不然明天院长会骂我 懂吗 你超过十一点小组 礼拜五 那你礼拜六 怎么可能九点准时呢 现在已经神的恩典 我把时间挪后到九点了 以前是八点上课 更难了 要保护 免得你的身体什么 软弱 你不要试探神 你明明没有足够的休息 你怎么可能警醒祷告 警醒来上课呢 不可能 就算来的时候 也在那边呼呼呼呼睡着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 如何有警醒的祷告 要注意世界的迷惑 拒绝世界的迷惑 也要保守我们的身体 要有足够的休息 足够的运动 假如你身体不好 将来不要说祷告 你传道都不行 今天很多传道人 一到五六十岁 身体都不行了 这个病那个病 没办法传道了 提前退休了 很可惜的 好 第九 遥述于祷告 一同来 你们 所以我们在主祷文的时候 已经解释过了 免我们的债 无同 我们免两人的债 两个原因 假如你不能真实地 遥述别人 表示说你没有真正地 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一个真实地认罪悔改 看到自己的卑微 不配的人 他一定会遥述别人 懂吗 所以第一 你不遥述别人 表示你的认罪悔改是假的 你没有真实地认罪悔改 神当然不会遥述你 讲一堆的原因 讲一堆的理由 你没有真实地认罪悔改 第二 假如你不遥述别人 就表示你有不遥述别人的罪 这个罪也拦阻了 你在神面前的什么 祷告 你在祷告也没办法打到神的面前 所以两个重要的原因 而不是把遥述变成一个功德 来换取神的遥述 因为这个功德的观念 是天主教所用的 不是因为我们要做一堆的修桥补路 买赦罪券等等 才能够得到遥述 这是天主教的神学 好 No.10 一同来读 祷告求圣灵 一同来 你们 求鸡蛋 反而给他决心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很多福音派的人 对这段圣经呢 他们做不重视 因为他们的观点 信耶稣的时候 已经得到圣灵的泪注了 所以他们从来不会求 其实节理耶稣所讲 求圣灵是指到 求圣灵的充满跟圣灵的教官 就是耶稣对门徒所交代的 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 直到你们得到这种上头来的能力 得到五旬节 圣灵的充满的这个能力 你们才能够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所以节理讲的求圣灵 是指到求圣灵的充满跟浇灌 两方面 这个充满 一方面是指到以后所书 第五章十八节 来要被圣灵充满 口唱心而赞美神 彼此圣服 是指到一个生命道德的充满 一个爱的充满 彼此圣服 另外这个充满 也是按照十字行传 所讲的 那个是安慈能力的充满 两方面的充满 我们都要求 所以将来我们在圣灵神学 会讲到更多 但是节理 不是指到圣灵的内住 是指到我们要求圣灵的安慈 是指跟能力 如同耶稣在旷野 进食了四十天祷告 他就满有什么 圣灵的能力 是指到这个 我们要求这个圣灵的能力 而不是只是单单 用我们个人的口才智慧去创造 好 十一 祷告的特权 我们一同来读这个 约翰飞十四章一同来 我们奉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真的吗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要注意哦 前面有个条件 奉我的名 什么叫奉主的名呢 是指到 in his name according to his name 不是 according to my name my will 来望求 所以你求的时候 你要看看你说 求的是否是配合神的名 神的旨意 神的圣洁 所求的 假如你说求的是 配合神的名 神的圣洁 神的旨意 无论求什么 一定会得赞 是要了解 耶稣为什么把前面那个 奉我的名放在前面 否则假如你只看后面一句 你一定觉得 耶稣在撒访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没有这件事 所以要搞清楚 这个是奉耶稣的名 in他的名 according to his name 是配合他的圣名 为了他的圣名 而求的 假如你是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他的名 为了福音的缘故 所求的 无论是什么 一定会成就 好 十二 巴黎塞人 与税吏的祷告 我们看看耶稣 怎么去评论 一同来 耶稣向哪 这样子 知己知异的人 一个是税吏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勒索 不义建议 也不像税吏 所以耶稣要我们看到 一个正确的来到神面前的 一个祷告 正确的态度 这个法利赛人 他错在哪里 他的祷告 不蒙垂听 原因是什么 第一 他高举自己的道德 自己的功德 我不像别人 什么 勒索 不义建议 他觉得 他有道德 他自以为义 他没有像耶稣所说的 虚心 贫穷 他没有看到 自己的道德的贫穷 破产 反而觉得他 有道德 自以为义 十二节 他高举字是什么 宗教的金钱 所有宗教活动 该做的 我都做了 又进食 又等等 最上十分之一 在教会大法日新 所以我就觉得 我的祷告 应该达到神的面前 都是用自己的行为 觉得可以换取 神的祝福 不是神的灵敏 是我配 我做了这个 神就要祝福我 我的祷告 就要达到神的面前 今天很多的 吉顿的灵敏派 常常都是用这种 交换条件 机械师 来鼓励信徒 去侍奉 信徒去奉献 你多奉献 这个是sit money 你种下去多少 你就会收更多 所以你要奉献更多 你就收更多 都是一种买卖条件 你多爱主 多侍奉 多蒙福 这个东西都不对的 其实也就是 法利赛人的祷告 要用我的道德 我的金钱 来 让我的祷告 让我的祈求 可以达到神的面前 耶稣不愿拿 反而看看这个税吏 他是怎么祷告 那税吏 十三节我们来读 那税吏 远远地站住 连举目望天 也不敢 只垂直兄说 神啊 开恩 可怜 这个罪人 他来到神的圣殿 神是那么的圣洁 他怎么 远远地 散开 看到自己怎么 自己的不洁 自己是个罪人 连举目望天 也不敢 表示这个人是怎么 知罪 认罪 认识自己 是一个不配的罪人 不配来到神的面前 远远地站 垂着胸 表示他 为罪而伤痛 这样一个 认识自己 卑微 不配 是个罪人的 反而我们的祷告 什么 打到神的面前 所以还记得我们 祷告的formula 祷告的 一开始的formula ACTS 还记得吗 C是什么 confession 就是像这个税吏 我们真的 在神的光中 被神光照 看到自己的卑微 自己的软弱 自己的不配 真的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开恩 可怜 我这个罪人 这样来祷告 所以 耶稣透过这个比喻 是教导我们 不要 自以为义 以为我做了多少工作 建立了多大的教会 有多敬虔 所以神就要听我的 No No 看到我们 我们自己的不配 求神来开恩 求神来怜悯 十三 我们刚才漏了读 最后一个结论 因为 凡之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胜为高 所以这个法利塞人是自高的 自义的 这个税吏是谦卑的 看着这是罪人 反而被神所约纳 被神来胜高 十三 好 一同来 奉祖名 耶稣在教导说 连石头都要敷 叫什么 和善啊 奉祖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所以连石头都要赞美神 我们更要常常的赞美神 所以希伯来说 十三章也提醒我们 以颂赞为祭 献给神 好 十五 一同来读 只有一句话 马太平二十一章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两方面的应用 第一 我们今天每一个教堂 每一个教会都要悔改 今天大部分的教堂 只有礼拜六礼拜天 才开门 弟兄姊妹想去教堂 祷告了殿 没有地方祷告 反而天主教的门 是每天开放 天主教徒随时会进去 找到神父 告解 祷告 认罪 但是今天的教堂 不是祷告殿 反而清聖寺 回教堂 徒的他们的教堂 是祷告殿 也是每天开放的 而且每一个时段 他们喇叭一响 打着都到清聖寺去祷告 开放的 我们继续图 我刚才上一堂提过的是 Prayless Church 今天教是不祷告的 我们喜欢听到 喜欢唱歌 中国那些大妈也会唱歌 也会跳舞 有没有用呢 对不对 假如你不祷告 是没有用的 教堂 将来你们牧养的教会 巴不得是24小时开放 最少 office hour 9到5 让弟兄姊妹 随时可以来祷告 人流弟兄姊妹 有些不用上班的 都来看堂 要每个弟兄姊妹 都可以随时来教会祷告 而且 能够做到像天主教 随时找到神父 一起祷告的 更好 懂吗 我们今天找不到 传道人的 只有礼拜六 礼拜天 出现骗死都不见了 懂吗 我们今天又找不到传道人 又找不到祷告 什么都没有 你说我们基督教会复兴吗 难怪500年改教 我们基督教 一直走下坡 我们不祷告人 耶稣讲得很清楚 圣殿又成为祷告的殿了 不单单教堂要成为祷告的殿 我们岂不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我们更要常常在灵里面不住地祷告 你活着就是祷告 因为你活着就是祷告殿 所以两方面 我们个人有灵里面不住地祷告 因为你就是祷告殿 同时教堂也要成为祷告殿 这样的话 个人祷告的福星 教会 教堂的祷告的福星 这两个祷告的福星 我们基督教才有盼望 否则都是人的活动 人的社交 人的应酬 人来吃免费午餐 人来得着免费的baby seat 我看孩子太累了 礼拜天太好了 把小孩一丢丢给教堂 我都躲在那边 做最后一排睡觉 睡完之后还有午餐 多好 我告诉你 很多人是这种心态来教堂的 我们是给他们baby seat 我们是给他们擦屁股 所以在美国的传导人 真的是很可怜 都是在做一些 就是服务他们的事情 不是真正祈祷传导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巴不得 神的教会是个祷告的教会 神的殿是个祷告的殿 好 所以我们很快一口气 讲完耶稣对祷告方面的 十四方面的教导 besides主导文 所以你就看到耶稣是 非常重视祷告 在他的三年多的教导当中 你就看到祷告占了什么 很重的比重 从主导文 再加上去十四条的教导 所以好好 注意耶稣对祷告的一些教导 再加上耶稣本身的祷告 这两方面是两条线 耶稣自己的祷告 跟他教导祷告 两条线 好 有没有什么分享跟问题 好 讲奉献 做善事 你看到吗 那个没有讲奉献给神 是鼓励他们做这个善行的奉献 捐献 懂吗 你的善行是个机械师的 但是你对神的奉献不是这种机械师 你看清楚上下文 所以我今天每次去到一些教会 引用这句话 我说 哎呀 这个牧师也没有读清楚上下文 这段经文是鼓励信徒去做善事 去捐献 而我们的神不是受捐献 他们可怜 我们神圣越纳我们的奉献 offering 把我们的身体都献给他 他配的 当纳的十分一 而不是神跟你说 是不是 好像傻种 多傻的多弄 所以这些极端的灵人牌 引用错了圣经 你去看清楚上下文 看到吗 Richard 不是讲对神的奉献 是讲捐献 好 很好的问题 我们就了解一下 提醒一下 千万不要把这种 傻种的观念 放到奉献这个事情上 所以说 你奉献多一百块 你就多收两百块 神就多祝福你两百块 不是这种观念 所以很可惜 很多灵人拜的传探 好像他们不读圣经的 随便拿着圣经出来就用 这个祷告是不是还有最隐藏的一条例子 神企业人的祷告 享受祷告中的灵人 神跟灵人 像家人一样 三交和七处一样 对了 所以在我们的祷告学的第一堂课 可能离漏了 回去再听一下第一堂课 祷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communion 与神灵交 享受神的同在 对 祷告最重要 其实一个观念就是fellowship fellowship 好 那我们剩下十五分钟呢 我们来看一个重要的主题 祷告与福星 那么呢 或许呢 你看看我们的讲义 第一 是从使徒行传里面看祷告与福星 那我先把这个跳过去 或许下堂讲 因为讲完这个呢 下面精彩的东西呢 就讲不到了 包括四世黑暗时期的七大福星 在四世纪的第三章 第四章 第六章 第十章 有五次提到 都是因为祷告带来这个大福星的 他们付出耶和华 神就施行拯救 第三 汉来的祷告 特别在汉来的祷告里面 你可以学到七种的祷告方式 为什么汉来的祷告 蒙神约纳 接下来我们都先跳过去 为什么 西夏的祷告 或许我也跳过去 约纳的祷告 No.5 我要跳到第六 我昨天发了很多时间去找这些资料 这些图 是讲到莫拉维弟兄会的 一百年的祷告运动 这个我觉得非常震撼 不单是在十八世纪 一百年 现在也影响了谁啊 麦贝托 在1999年 他放下了几万人的教会 从9月19号开始他们的祷告店 24-7 在Kansas 爱好 假如你上网一搜索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那也是International House of Pancakes 所以你一打结四个英文 会两个出来 你就不理那个Pancakes 你就理那个爱好 就是那个Kansas 你看到Kansas爱好 一进去 你就可以见到他们的Life Vorship Anytime 一上这个网站 你就看到他们同步的 在这个爱好里面 24小时的敬拜祷告 现场的转播 我的儿子常常进去那边看的 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 当然他们是英文的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 那个属灵的能力跟气氛 因着杰赫莫拉维弟兄他们从1727年开始 一百年的 24小时的 注意的祷告 那其实莫拉维弟兄们 他们的背景我们要了解一下 Moravians 他们也叫做United of Brethren 就是弟兄合一会 所以也是有时候简单叫弟兄会 但是跟中国那个弟兄会又不一样的 他们这个弟兄会 莫拉维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早上Luc提到一个重要的人 John Hux 记得吗 他讲到都是提到John Hux 这批人就是John Hux 在Jaco Jaco Slovenia 带动教会的福音跟更新 要回到圣经带出来的一群信徒 而这群信徒被天主教逼迫得很惨的 因为他们的创办人John Hux 也是在佛祝里面被天主教烧死的 所以他们这个教会一直都被逼迫了 所以他们一直被逼迫呢 看看他们的地图 Moravians是一个地方来的 是在这个德国旁边 看到吗 Jaco这个小地方吗 杰克最东边 看到德国跟杰克这两个国家 看到这个图就清楚一点了 看到吗 Moravians是在杰克的最东边 绿色节一块 这个地方 我告诉你 山林水秀这个地方 原来是好地方 但是信徒被逼迫 就像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被逼迫 所以他们就一直往西边逃 看到吗 越过了杰克的边界 跑到德国的最东边 Herhart的这个地方 看到吗 Herhart 然后呢 去到那个地方呢 感谢神啊 被 这个Sinsendor 看到下面这个字吗 Sinsendor Sinsendor 就是这个林庆人 他当时在27岁 但是他是这个 敬虔主义的道统 敬虔派 Philip Spencer 以后我们再讲历史神学里就知道了 在德国的路德宗里面呢 产生一个反动 因为路德宗太过教义 太过教台哦 太不注重道德行为见证 所以在路德会里面就产生了另外一个复兴 就是敬虔运动 来改革 那么这个Sinsendor 是属于敬虔运动的后裔 是敬虔运动里面所产生来的一个很爱主的弟兄 当杰赛逃难的信徒逃到德国的时候 然后投奔无门 都不知道去哪里 这个Sinsendor 他是一个贵族的庄主 很有钱的 就把他的地方 Herat这个地方奉献出来 接纳结群几百人的莫拉维弟兄姊妹们 就是刚才说 看到吗 是Sinsendor的庄园来的 把一部分的地给他们 无条件接纳他们 都是主力的弟兄姊妹 真的很有爱心 你看这些逃难的弟兄姊妹 真的又饥又饿 都不知道住在哪里 后有追兵 被天使叫追杀 逃到那边去 他接纳保护他们 但是呢 杰群的莫拉维弟兄姊妹们 去那个新的环境 他们呢 居然呢 产生纷争 就很多不和睦的事情 结果Sinsendor呢 就去到他们当中呢 用神的话 勉励他们 而且求圣灵的爱 浇灌在他们心里面 所以呢 很奇妙在8月13号啊 透过Sinsendor的讲道 彼此怨罪 流泪痛哭 圣灵就大浇灌在他们当中 他们被神的爱 所荣华 不但是爱神 而是爱世上的灵魂 彼此相爱 圣灵大教官 两个礼拜之后 在8月 记住这个日期啊 1727年 8月27号 神就感动了他们当中呢 的一些弟兄姊妹 他们就分别了 24个弟兄 都是Molunteer 当时记住啊 他们教会只有300多人 不是这个千人教会 居然神感动了 在建一个小小的教会 在300多人 他们有24个弟兄 志愿 出来 24个姐妹 出来 每个人 负责一小时 一个弟兄 一个姐妹 分开两个房间 就是刚才看到 那个木头房间 他们的祷告店 就躲在那边 祷告 24小时 都有人在那边 不住地祷告 这个的做法 想法 是从哪里来的 从圣经来的 我们看两段的经文 很重要 我们先看这个 历代记上 First Chronicle 历代智商 二十五章 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 历代智商 二十五章 第七 其实圣经很重要 章来你们在教会 一定要讲这个圣经 二十五章 第七第八节 一同来读 一同来 第七节 他们和 总共分了多少班次啊 两百八十八人 分了24班 每一班 他们人数多 有十二个人 负责 每一个小时 在祷告敬拜 因为他们有二十四班 总共有两百八十八人 二十四乘十二 两百八十八 表示在大卫的这个帐篷里面 每一小时 都有人在那边 祷告敬拜 赞美 而且他们是非常会 音乐赞美的 受个特许训练的人 不是普通的弟兄姊妹 他们就是专业的敬拜团长 在那边 为神的国度 守望 祷告 敬拜赞美 那么当时 Sinsendorf 更有个意象 就是神感动 他立位记六章十三写 祭坛的佛 不会失灭 来来来 我们那个祭坛的佛 被挡住了 来来来 把它高举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不要把那个挡住了 这就是立位记 这就是第六章 当时神感动 Sinsendorf 用的一段经文 要24小时祷告 坛上的佛 要在旗上 常常烧着什么 不可熄灭 是玉利公布师 送给我们的 哈利路亚 这就是当时 Sinsendorf的意象 不可以停止祷告 同时 他们另外一个意象 就在史诸行 15章16节 要恢复大卫 倒塌的帐墓 恢复什么 恢复大卫 那个敬拜赞美的 会墓 不是那个外面的形式 盖个会墓 不是不是 他们的感动 大卫的帐墓 这个敬拜赞美的帐墓 要把这个敬拜赞美 恢复过来 因为神是用 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当我们祷告 敬拜赞美 神的宝座 神的能力 就会彰显在以色列 就会击败仇敌 得胜仇敌 所以同样的 Mai Pico领受的这个意象 他身心在末世的大收割 是透过众圣徒的 不足祷告 所以他带着这个意象 来推动这个爱好 不但是在Canser 现在在很多 纯美国的城市 你去打 Saint-Joseph爱好 你会找到的 我上次在Livermore 也参加过一个Livermore爱好 他们在President 也有个President爱好 在很多城市 在Berkeley 也有Berkeley爱好 Mai Pico的意象 在每一个城市 都能够有很多的 这些祷告点 让人都可以随时一找 去祷告 我去Livermore这个祷告店 他们是凌晨三点到早上八点 他们没有二十四小时 但是每天 也不简单 你可以去那边庆幸祷告 所以解释当时 Saint-Joseph 跟当时的莫拉维弟兄姐妹们 所领受的意象 按照圣经的应许 这个你知道奇妙的是 你看Hurl这个地方 现在的光景 很多教堂的 那么奇妙的事情 这些摩拉维的弟兄们 他们才倒戈了二十五年 其实更早 倒戈了六个月之后 神就已经感动了他们 拆派了二十六位的算教士 去West Indies 去Greenland 去Turkey 去Leftland 做算教士 才半年了 就拆派了二十六位 二十五年之后 拆派了两百多位算教士 六十五年之后 拆派了三百多位算教士 更奇妙的 他们祷告之后十一年 在1738年 五月二十四号 摩拉维的一位 弟兄领袖 叫Peter Buschler 带领了约翰威斯里 在他的聚位当中 清楚重生得救 约翰威斯里 在他的传记里面 清楚写了 这样一个见证 当时他听 这个Peter 牧师讲道 其实他也没怎么讲道 他只是把 马丁路德的 罗马书的序言 读出来 而这个真理呢 都光照了他的心 他都经历说 My heart felt strangely more 他经历到神那个爱佛 融化了他刚硬的心 他第一次被耶稣基督的 这个救赎的爱 所融化 清除重生得救 所以透过摩拉维 弟兄们的祷告 他们的带领 带出了谁啊 约翰威斯里 清除重生得救 而约翰威斯里 带来英国的什么 大复兴 哇 你就看到 他们的祷告 其实是惊天动地啊 表面上看不到 祷告是在做事 但是实际上 他们的祷告 带来了猜选的大复兴 带来了英国的大复兴 甚至也影响了 威尔士的大复兴 十九世纪 所以我们可能要下次才有时间讲了 好 威尔士大复兴 我们下礼拜再讲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因为怕 谢谢楼梁 我们下礼拜再安 我们下礼拜再来 我们下礼拜再来 热兴 快乐再来 我们下礼拜再来 小礼拜再来 你 稍收 这 小礼拜再来 热兴 手 小礼拜再来 你们下礼拜再来